各位朋友,大家礼拜二早上好,4月23号2024年,美国政府要求奥林匹克要检的调查中国选手的要检问题,那时候说他们有23个,不过你看详情,他们在奥林匹克举行的前几个月了, 那至于说那位俄国的溜冰选手是好像在参加的时候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来在复检啊,或怎么样子的,或者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有双重标准啊,因为假如那位女士剥夺他的金牌,那中国的这些选手,里面有位女的很厉害啊,得的金牌一个蓝的啊,有两三位,这个有五六项吧, 有得奖牌的,那是不是因此后面人可以递补呢,这个欧美,反正现在跟中国关系很差,这个是一个重要事情,当时言之有礼貌,我们觉得也应该在调查,做一个调查报告,中国这些补药啊,跟这个也没有关,或者怎么样子的啊, 啊,美国这个大学各种反语示威啊,非常严重,虽然呢,一片踏伐,像那个最有名的那位比尔玛,那个自由派,那个他是犹太人,自己也不忌讳了,他都讲这一点,其实什么都不懂,不去读历史,就在里面乱示威, 啊,这个为虎作畅啊,我觉得他是很没有道理啊,他以前是很有道德勇气啊,他有个911的时候,人家骂这些是 弱夫啊,他自己只是讲说,这些人死都不顾了,怎么说他弱夫,就被制裁啊,就是,上市的各种的 节目的主持啊,隔了一阵子才,恢复啊,然后这次呢,他对这个反译,这些人是踏发,不,不遣余力啊,就是,他是自由派嘛,可是他也是站在那边,呃,哥仁比亚的位校长啊,那时候很惨,没得去参加听任,听任会,他非常符合这些议员的,呃,不过呢,仍然被他们要求,他要辞职,呃, 呃,还有一位金主嘛,也是一样的,以前捐的哥仑比亚校友,他很多钱,他也是校友,呃,不管怎么样,就是用这种做武器啊,金钱,呃,这种东西啊,实际上,经济上对什么都很重要啊,你有这个压力,那些大家都知道,这些黑人的歧视啊,你或者同性恋啊,也是用这种方式啊,结果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那年轻人热血方向, 当然是,都是,这个,参加的非常多,就跟那时候越战,他们有说,今年的八月啊,又在芝加哥办这个民主党的提名大会,那他们呢,应该也,假如没有解决,那时候一定很多示威,这个芝加哥就1968年有一次民主党大会,那时候,呃,在那边流血示威啊,然后闹着民主党,后来就输给迪克森吧,啊, 啊,所以我们讲这次会怎么样子的,谷歌,谷歌那位印度印尼的那个老总啊,他是很厉害啊,最近开除了,又开除了20个,前面已经开除30个,他的员工,因为呢,他们在搞示威,也是反以色列,48的市场的, 他说我们这个,商业的不准带入政治啊,他这个当也是双标嘛啊,这个当别的一些东西,你又觉得可以,你认为公理正义的啊,就,可以,像他们, 反歧视,反别的,我相信他不敢这样子啊,不会,总共开除了50个人,我不要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自由派,怎么跟他反制啊,当然有很多人也是讲说,你们不能拿,我们这里面一两个极端的讲的话,把我们的整体的运动给抹杀了,确实你们,一定有极端的人啊,啊, 说把你们全都杀掉啊,干什么干什么的,那问题是,大部分的人是,只是要停火,释放人质啊,这样子的一个示威,也会遭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前一阵,上个礼拜不是那个,很多人在都市里面示威,阻挡交通吗,现在很多民主党的,也都赞成共和党,对加州,尤其是那个旧金山大桥嘛,说对这些参加的人要加重处罚, 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去支助他们,这些人倒不会担心,呃,真正会,处罚,罚款的事情, 川普对抖音是有讲话了,他当也是更改了,他不暂时禁止,呃,我一个朋友说啊,还没实行,大概也是一两个事情嘛,大概就会成法律了,因为, 参议院应该最近几天就会过,拜登也讲过他会牵制,所以这个一定过的啊, 那川普呢,除了他自己的一些审判之外呢,他就讲说,假如你因为禁止他啊, 让这个脸书,因为变成别的社交媒体一枝独秀啊,或者,而且这些都是反对川普的一枝独秀啊, 他当时讲说,让他们自负啊,这种事情,呃,让他要负责, 不过,这个,拜登还有,还有账户啊,不过这一亿多人,影响的选票,我们就等着看啊, 德国逮捕了三名为中国当间谍的德国人啊, 除此之外呢,他们又逮捕了一位极右翼的一位欧盟的议员, 这助理,我看这名字要建,我不知道是不是华裔啊,什么的,就是规划的啊, 反正就是说,帮中国收集各种各样的影响啊, 虽然大家都是打这种战,不过德国嘛,呃, 也是一个没有积粮股的一个国家啊,我也没办法, 他们占代国嘛,这七八十年被人家军事占领啊, 等于是,然后你可以说他们没有实施占领,可是放了一堆军队在那边啊, 名义上是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也是一样, 实际上美国在日本啊,很多空,什么机场啊,都是话外, 治外主权啊,他们日本人没办法去,去制作了, 我相信德国可能也有啊,呃,有一篇文章报道说, 美国现在酝酿对Biotech啊,对制药,中国很多药的发展是很前端, 他们就讲说也是一样,要抵制他们呢, 啊,他说这个后果是因此让美国很多药物的供给可能受到影响, 对国民不利啊,这个详情我不太清楚, 不过你看呢,他用这种表面上说,呃,这个没有脱钩啊, 怎么样子的,实际上就一直杠啊,我不要不林肯, 访问中国会谈出什么事情啊,一定都是互相角力的啊, 呃,也有一篇文章就介绍, 中国这些黑社会啊,怎么在暗地里洗钱, 实际上不止中国黑社会,整个世界的啊, 这种,呃,药权啊,呃,用那种非法毒品啊,呃,偷窃啦, 强盗啊,呃,还有就是卖银啊,这些都叫黑社会啊, 那些钱,他想办法用什么样子洗钱, 当用数字,数位,呃,的货币啊, 或者我没实际看了,我相信也是一定有, 这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啊,啊,呃, 英国首相亲自宣布啊,要援助,呃,好几亿的这个武器啊, 欧元的武器给这个乌克兰,乌克兰现在美国通过了嘛, 大家又开始,而且这个苏纳克啊, 他还亲自拿了一把一个什么大炮的那样子啊, 很有趣的一个照片, 英国的终于通过了,要把这些移民啊, 到转移到乌,乌干达,乌干达啊,乌汪达, 非洲的一个很远的国家, 就等于说你们来这边, 因为那个英国很多人都从法国坐小船过去, 他给他们好几亿的一个成本啊, 因为这个也要算人头给钱了, 不过至少比他在国内成本低啊, 有时候你看到欧美算这种钱啊, 就跟他们拿金钱来计较说, 你看嘛,我们花了这点钱, 我们一个人都没死啊, 结果是乌克兰死啊, 那这乌安达他也可以讲说, 花了这些钱, 我们社会因此就比较亲近一点啊, 就让乌安达去烦恼这些事情, 反正很奇特的一个东西, 马来西亚有一个空中表演, 两个直升机相撞啊, 一下就十个人死亡啊, 所以事业上风险重重啊, 也没什么办法啊, 这个叫做也许人祸吧, 然后花莲, 台湾的花莲的余震6.0而已啊, 结果居然有好几栋房子啊, 这个五六层, 七八层的话就是倾斜了, 看起来很吓人的感觉, 以色列呢, 有一个代表访问台湾啊, 跟这个蔡英文合照, 因为前一阵子他们有一个叫做大屠杀祭殿啊, 由德国跟以色列共同举办, 那一次是蔡英文跟那个韩国瑜两个对头啊, 就是两个人同时都出席, 可是没有交谈, 因为那个也是很很庄严嘛, 没有办法什么交谈, 所以那时候弄的, 结果以色列马上又派了一个, 应该是跟国会有关的啊, 所以以色列实际上跟中共跟什么到处都有关, 他跟俄国也很好啊, 这个就是像这个Holocaust, 我觉得现在已经那个价值慢慢减低了, 以前我们都非常非常同情, 现在发觉这些犹太人啊, 尤其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有时候这个那种的暴行啊, 这个让大家对他们以前的同情减少啊, 而且呢, 就是很多人说是到底几百万啊, 当然那十个几十个几百个也都不应该了, 不过你是讲起来的六百万的人啊, 也是很吓人, 因为有些人反对意见是说, 他研究这个容量怎么烧啊, 就是不会有那么多, 可是你到底是多少, 你稍微一讲就会被人攻击的啊, 所以这个也不必他, 不必反应他, 还看到一个土丁呢, 对他们国家的犹太人做出了一个, 因为马上就pass over, 是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啊, 要这个一个礼拜的一个假期, 恭喜他们, 俄国, 我记得还有一个犹太的小的共和国吧, 听说是十五还五十万, 我一下子也忘掉了啊, 反正不多, 他们有上亿的人嘛, 而且啊, 俄国那边移到以色列人非常多啊, 因为苏联那时候非常支持以色列立国的啊, 好, 这个说这个旧金山的市长, 就是访问大陆, 在上海做高铁啦, 希望中国派人到加州帮忙他们盖高铁, 那是不太可能的啊, 我们只是希望这个, 洛杉基到, 到这个拉苏伊加斯能不能早点盖好, 2028年盖好, 他主要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说要借熊猫啊, 他能够怎么样, 听说他们财政又不好, 所以看中国能不能减免一点钱啊, 这个假如最近现在能有熊猫是不错的事情, 我们洛杉基的市长呢, 官邸又被敞入, 这个贝斯啊, 他以前住的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被一个人闯入啊, 什么的啊, 判刑啊, 这次他是住在洛杉基, 他有个官邸嘛啊, 有个男子, 他的妈妈说他是有点精神恍惚, 反正有点问题啊, 听说这床, 闯到二楼, 也被逮捕啊, 因为那时候市长还在, 就躲到一个避难室里面啊, 所以你看这些细节很有意思, 就任何地方都有一个避难的, 把它锁起来, 然后警察来把他给逮捕了, 若杉基地铁, 有位女士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早上五点多打地铁, 在Universal Studio那一带啊, 好莱坞那一带, 有个人拿个刀子, 就刺着他的红楼, 他倒在那里, 没有人敢去帮助他, 当打着电话, 最后送去就过世, 五十多岁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早, 那天据说是叫做Earth Day啊, 洛杉基地铁, 就昨天吧, 还前天是免费的啊, 这个环保的一个节日, 洛杉基说鼓励大家坐地铁嘛, 就是免费的, 结果就被刺死了啊, 我不要他平常就坐, 还是那一天正好坐啊, 我们洛杉基有一百多亿的预算啊, 马上要因为七月一号嘛, 我们员工的加薪的幅度蛮大啊, 让他损失要消耗很多钱, 同时呢, 他的一些游民安置计划跟警察, 扩张警察都是没有得到成效, 尤其警察啊, 这个招募的人一般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听说一般本来要五六十个, 现在只有三十个人毕业, 那游民也是, 所以他就调整不同的经费啊, 就是游民那边, 因为我是觉得没有效啦, 还是到处都有, 我不要他, 他当初竞选这个主要口号, 已经快两年了把他啊, 好, 看到一些人啊, 这个我们的type 2的糖尿病啊, 或者是真正糖尿病, 要打这个胰岛素啊, 每天要测啊什么的, 外面有个机器是长期的啊, 真测, 就是每隔多少, 就可以测你的血糖的这个水准啊什么的, 现在呢很多健康的人都想要用的, 那个大概一个月要两三百块啊, 当有保险是不一样, 就是自己要付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贴纸, 然后直接可以测到就传到你的app里面什么的, 那这些人就用这个来表示自己健康啊,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希望健康啊, 然后我今天看到报纸上讲的, 有一个63岁的女士啊, 找到真爱, 结果我是误导, 因为下面看到一个一个姓周, CHOU, 一个完全是威什么一个周的一个一个人, 我以为是这个女士就是这个人啊, 结果这是一位台湾, 大概台裔大毕业的一位蓝的记者啊, 他到美国秘书里的哥伦比亚那个新闻权很好的毕业, 最近八九年才在那边华盛顿邮报工作嘛, 他拍摄的摄影都得过奖的啊, 一个年轻有为, 我都不晓得我们都是我们台湾出来的嘛, 所以特别报导他一下啊, 不过就是我认识都是知诚公民嘛, 也不要丧气, 你看这位63岁女士啊, 他平常过日子有时候觉得很怎么样, 终于找到个伴了, 恭喜他, 然后这整个故事由这位周姓的记者啊, 拍摄的啊, 最后讲一下我们常常讲人的天才啊,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都是那些画家啊,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跟精神秘都有一点混乱,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人有超能力的啊, 这个现象最近科学界来一直在探讨, 而且他们发现确实有人经过特别他这产生的能力啊, 各种的东西啊, 连那个记忆各种各样的超能力, 我记得以前这个PBS有一位Stanley还什么, 那个人说那个Wonder, 就是那个威曼的那个始祖, 他已经过世了一百岁左右, 他那时候就是每天找这些, 呃, 不怕电的啦, 从很高掉下来也不会死啦, 呃, 那个肌肉没有痛, 各种各样的一些, 输费很英文, 他自己就喜欢找超人, 而且现在这些科学家真的觉得还蛮有研究价值啊, 我相信一定有啦, 可是就是人类这么几亿人里面找几个一定会有很特殊的人啊, 那可是一般人也不要学习那些人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这个本令啊, 是这样, 他们当时寻求原因是他的基因有不同呢,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经过训练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 就这样子大家个愉快的星期啊, 拜拜, 拜拜,